黄药师和阿恒一路听风赏月 甚是逍遥快活 这一世军国一所庄园 恰逢屋内有人打斗 却见数十名金兵将一人按在地 但对着金国将领只为傲慢 狂笑道 这就是跟我们大金国对抗的下场 庄上的人都死光了 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现在若是求饶 或许本将军还会放你一马 他话一未落 脚下那青年早已骂了起来 要是对金人掠诵之事向来反感 既然撞上 当即出手相救 赶走金人后 那后生连忙贵岛称信 此人自称陆成天 自金国轻送以来 一直率众进行抵抗 却是一位热血豪侠 要是对这等优秀的后生 倒也高看一眼 忽见陆成天贵请求拜师 却将脸一沉 将身转开道 我尚无收徒之心 你自好生休息去吧 中原地大物博 其人豪侠层出不穷 刚刚辞别了优秀才俊陆成天不久 要是二人又遇到另外一位江湖旗侠 此人姓屈 家中排行第三 也没有大名 于是江湖上就称其为屈三 这人天性根骨惊奇 身体轻贱 擅长跳跃 随着年龄的增长 轻身功夫 越发出众 屈三虽穷 却精于书法绘画 古玩真奇 于是利用特长进行收集 十余年来到收获颇丰 这一日 被官府联合豪客追杀 眼界命丧黄泉 恰逢黄药师路过 将其救下 屈三感激之下 将药师二人带回家中 打开密室 呈现真品 任其选择 屈三的这一爱好 恰恰和黄药师非常契合 东邪也是此道中的大家 虽然喜爱 但却不屑接受屈三的好意 就在这时 阿恒却被一幅画吸引住了 因为那幅画的左上角 有一个图标 这是金国萨满教的教辉标志 这一下勾起了阿恒思想情节 于是向屈三询问此画的由来 原来屈三曾听闻丐帮 有一副世间极品 于是趁丐帮帮主红鸡 云游之时 潜入军山总舵 悄悄偷了出来 可拿回来研究后 却并没发现 有何宝贵之处 作画之人既非名家 也非国手 只不过是一副 普通的山水之作 他见阿恒喜欢 于是欣然赠送 要时微微一笑 并未阻拦 就在此时 门外嘈杂声响起 单听一人声若红中道 黄老邪 快出来受死 求千任 连同全真妻子 前来拿你 这声音来得好快 说到最后一个字时 一道近前 单间大门碎裂 求千任早已走了进来 原来上次 陈玄生被黄药师救下后 很快跟周伯通会合 二人回到铁掌帮 周伯通受到 求千任热情的招待 求千任老奸巨华 对全真教门内的事情 非常了解 果然没过几天 全真妻子找上门来 这一次 求千任当着众人 隶属黄药师的几桩大罪 其中包括 欺失灭祖 暗杀前辈民宿 勾结金人圣女等等 全真妻子 头脑简单 立刻热血上涌 答应求千任 跟铁掌帮 一起对抗东西 于是 这才有了眼前的这一幕 黄药师一身二骨 敌人越重 却愈发振作 他命区三保护好阿恒 自己将身一纵 飘到了屋外 妻子早已布好了 天罡北斗大阵 马玉长剑麾下 带动阵法 但听轰鸣之声响起 斗转星移 陈暗云起 七把长剑 将黄药师围在当中 裘千任本想 进行偷袭 可猛然想起 铁掌封下 赵无极之死的一幕 若不能一下 打死黄老仙 那以后 这个人寻起仇来 自已将必死无疑 他衡量力弊 最终还是放弃了 偷袭计划 还是进屋去抓 萨满圣女 既安全又有成效 居三虽拼死抵挡 却哪能扛得住 裘千任铁掌的锋芒 那边阿衡 夺路狂奔 将将钻出树林 以背后 在此处的铁掌 帮众勤获 九千任大袖飘飘 昂头赶来 一副一切 尽在掌握之中的姿态 黄药师与阿衡 心灵相通 他也感觉 爱人遭到了威胁 猛的长法一变 七次弹绝 一股惊涛骇浪 从天而来 急忙运气相迎时 北药师展开 落叶腿法 搅乱了阵势 北斗大阵已破 东斜不想伤人 只是从缝隙中穿出 向阿衡出示的方向 直奔 九千任 夺到阿衡的身旁 心中正在盘算 过一会儿 该如何盘问 关于九阴真经的秘密 就在这时 天气间 响起一阵怪笑 一个人影 从天边急速坠下 竟要落地前 呼得拐了一个转折 踢地滑行 而阿衡 竟被他拉在手中 九千任出于本能的一抓 进而抓空 但听一个音测测的声音道 九千任 你敢跟我抢人 九千任一听到这个声音 直下的冷汗直冒 不禁暗叫倒霉 欲知这人来此何意 请看夏季 虚毒神功惊天下 偏偏东斜不鸟他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